今日影评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林博洋 在电影《剑入盘石》中饰演杨小薇 今日影评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陈彤 在电影《剑入盘石》当中饰演黎莎 其实最开始呢 是我刚进电影学院 第一个月吧 然后导演的工作室的选角老师 来进行选角 就有一天突然 选角导演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你可以来参与训练了 九月底开始训练的 然后直到隔一年的二月底 才真正训练结束 中间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有大家 就身边的人 不断在被淘汰的一个过程 对 然后其实并不知道 到底要拍摄的电影是什么 直到开机 然后我到达了重庆 我才知道我饰演的角色是什么 这个是我的一个契机 所以一定任何机会不要放过 其实我也是就是一个 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吧 那个选角的那个小姐姐过来 然后当时录了一个 自我介绍的视频 当时想说 肯定是没有机会的嘛 就怎么可能被选上了 就觉得不太可能 然后后来就有一天 也是刚好在北京 接到了一个电话 当时以为是一个诈骗 电话来的 然后就没有接 是个陌生号码 然后后来没接之后 收到了一条短信 上面就注明我是导演工作室的 那个姐姐 然后邀请你 就是去参加第一轮的面试 当时很不可思议 然后又去了 就是一直会很担心 自己会不会被刷下去 可能今天能来 但明天可能是不是 自己就不能参加了 就会很担心 直到有一天 是选择的那个小姐姐 就是打电话过来说 好像可以参演了 就难以置信 自己真的可以被选上 就是很庆幸 也很感激导演 可以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 真的是很难能可贵的一次经历 其实我对于导演印象最深刻 最深刻的就是 他能给演员满满的安全感 对 他很有耐心 同时他也很照顾演员的情绪 就是我跟苏建明 就是雷佳音老师 我们俩面对面 然后他给我看 我姨妈的尸体的照片 其实说实话 一开始我真的就是太紧张了 这就是林伯扬 就是一个紧张的林伯扬 第一遍 然后导演看出来了 他没有让 就旁边的工作人员姐姐 没有让他支撑 然后第二遍 第三遍 就是慢慢的开始有情绪了以后 他也会一遍一遍走过来说 那你刚拿到这个东西 其实你一开始不要打开 在接受到一个需要很大刺激的一个情况下 你应该怎么样去做你的第一步 第二步第三步 对 就会很细心很耐心的去教导我 导演其实一直都教导我们是真实和自然 有一个话外音的一个配音 是跟于和威老师就黎志田打电话 当时其实就来了挺多遍 然后导演让我自己听说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点夸张 就平时如果日常生活当中 你和父亲交流的话 就不会有这么浮夸的一种语调 就肯定是很随意 很轻松很自然 然后也是从那个时候慢慢开始意识到 原来就是表演 就是要真实的交流 然后到时拍的时候 有一场戏是我要生孩子 对我来说就是演孕妇 就挑战很大 因为完全没有接触过 有一回到了下午情绪有点掉 就有点顶不上去了 然后当时就是很紧张 就怕会不会自己拖累大家的进度 就是很怕会不会也会影响到 于和威老师的表演 当时导演就是从 也是从监视器那边走到现场 就是很耐心地去引导我 就告诉我生孩子是一个伟大 但是又很艰难的一个决定和选择 过程是很痛的 但是孕育了一个新生命 是很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 他也会引导我 让我想到自己的妈妈 然后一下子就是很有代入感 就会觉得好 那我要加把劲要把那个很痛苦的 就是那个那种情绪就是演出来 我的第一场戏呢 就是在地铁上的那场戏 当时就已经很紧张了 因为知道今天会见到国立老师和导演 印象特别深刻的 就是我要上那个地铁口的那个台阶 正在走上去的时候 我一直脑子里回想的是我今天的台词 因为都是我输出的话 那场戏 见到国立老师和导演的时候 我已经脑子一片空白了 满脑子就是 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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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脑子只有这个 什么都忘了 其实当时呢 那场戏特别有局限性 是在地铁口 然后我们要上地铁 进了电梯以后 讲可能一共只能演两遍 因为需要配合后面的灯光也好 然后配合地铁的时间 因为它有个时效性嘛 就紧张得不行了那种感觉 然后包括又特别多的群演 我就哪儿也不敢看 然后国立老师就看出我的紧张了 也是特别的细心 特别耐心的跟我说 说姑娘 你啊 一会儿别担心 镜头在哪儿呢 不重要 但是呢 我告诉你 镜头就是这儿一个 那儿一个 你现在也不用去看镜头 一会儿呢 你就看我 就是他的那种很温柔 很温和的那种语言 让我一下子就介入了状态 他和我们这样的 岁数大的演员在一起演戏 他难免会紧张 于和威老师很亲和 我家里人都很喜欢于和威老师 我之前也有在电视上看过 于和威老师演的戏 当时就有点 有点害怕 就是会不会跟前辈老师 就是一起对手戏的话 自己完全接不住 就是根本就是跟不上老师的节奏了 但是老师就是很亲和 于和老师一叫我莎莎 我就立马就很有 作为一个女儿的代入感 然后慢慢慢慢地 也会从一开始很紧张 很忐忑的一个 很紧绷的状态 会慢慢地松弛下来 会很放松 跟于老师对戏 是一个很幸福的过程 因为他作为黎智田 看待莎莎的那个眼神 实际上是太宠了 就感觉好幸福 可以演于和威老师的女儿 女儿很认真 我觉得特别好 一定会在进步 希望朋友们 都能够多多地走进电影院 支持我们的剑入盘石 因为我已经四刷了 每一遍都其实有不同的惊喜 这一定是一部 非常有突破的 导演的风格的作品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 再多多地去关注 同样地看完电影以后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影评 多多也给我们写评价 剑入盘石是一部很烧脑的电影 就可能看一遍会有很多的疑问在心里 这个时候不妨去二刷 三刷 这这部电影就是 四刷 对 四刷 四刷 N刷 每个人物的 你每看一遍都会有 就是不同的结局和发展 会给人就是遐想很多 就包括结尾的那个彩蛋 都是开放性的 就是很巧妙的一个设计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电影 剑入盘石支持导演张一谋 谢谢